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的比賽要進入到第二場了 由中華隊對象澳門 也請大家來幫中華隊加油 好的 那本場比賽的轉播工作呢 是由林小平 王偉傑 王教練 以及我張揚 以及所有全體辛苦的工作團 一同歡迎帶來現場解說及轉播的服務 老師好 張揚 大家好 我是王偉傑 再一次來簡單介紹一下 這次亞洲大學籃球錦標賽呢 一共是七支球隊 分為AB的兩組 那我們現在中華隊 這次是分在B組 B組的部分有 中國 澳門 和蒙古 那首先在剛剛稍早的比賽 中國對上蒙古 那中國最後呢 獲得了比賽的勝利 所以目前是三場英賽 已經獲得了一勝 那蒙古是一敗的成績 這是在稍早上一場比賽 緊接著在B組部分 第二場比賽 要來進行中華隊對上澳門 我們先來看一下中華隊的先發陣容 吳家俊搭配蘇毅錦 十一號的蕭順毅 以及前鋒的部分 邱金龍搭配中鋒范士恩 在澳門的這邊 陳兆化搭配的是袁錦智 還有九號的羅賢明 那在前面的部分是 李家洞搭配林廷朗 這是澳門隊的先發五虎 現在要先進行跳球 這一場比賽呢 喔 現在可以看到 牆邊是有一個 先做一個簡單的爆炸 嗯 因為有手環啊 那當然啊 這個手環 有時候你可能要貼紮起來 不能去造成到任何的 這個運動的傷害跟意外 對 不過這場比賽應該 喜歡籃球的觀眾 應該都看都沒看過澳門隊打球 沒錯 澳門隊整體的身高是 平均181公分 算是一個地虎型的球隊 是 對各位觀眾 對澳門比較有印象 應該是Casino啊 進賭場的時候 應該才會對澳門熟啊 會有點印象了 先看到放詩恩 掌握第一個進攻籃板 但是全球發生失誤 澳門隊快速把球帶過來 找底線 選擇做切入 裁判這邊想哨了 我還是不能大義 不可以輕敵喔 當然澳門隊整體的身高高度 跟整體的澳門在 當地的發展籃球的運動 當然沒有台灣那麼興盛 所以整個實力的平均來說的話 當然不及 遠不及這個中華隊 對 哇 一開始15號的黎家棟 現在才剛進到 還小心啊 這開局要打的理想啊 不能大義 這個15號黎家棟在澳門 是有這個澳門謠民之稱 是 195啊 他也是東亞杯和亞洲杯的 這個澳門的國手 那本來是踢足球的 因為長太高了 所以該打籃球 那才一開始在中華隊 發生一個走步的失誤 你說澳門謠民這還蠻好笑 195公分喔 對 在澳門已經算非常的高 是 又是黎家棟 選擇做切入 中華隊這邊 做反接機會來得非常的快 左手的上籃 雖然這次造成的多打少 郭孝順一選擇到 自己本身的持球突破 面對籃框的進攻啊 造成到對方的犯規 當然他的個人得分技巧 也是非常出色 在102年的UBA 是拿下了得分王 外加MVP 不然我相信啊 在UBA的最後一年的時候 我相信孝順一更會 打得更誠實 沒錯 而且在明年的SBO的選秀 那很多的教練 應該開始在注意 孝順一這一名球員 而且他又是左手 那再來只要他的身體的體重啊 去增加的話 那他的得分技巧 來說的話 其實他可以打好多的位置 這邊成功超級的道球 兩分收下 郭家俊 壓迫是對的 3分之2場的帶包夾 這是對的 你必須要去主動的進攻 防守啊 去造成到你的進攻會來得比較容易 一開賽中華隊 先用一個全場的壓迫防守 想要製造澳門隊的失誤 球賽給到底線 三方位線被撥了一下 那范詩恩破竹界外 球犬還是在澳門隊這邊 目前一開賽中華隊4比2 取得是兩分的領先 走啊走啊 中華隊場上擺了蘇玉瑾 跟范詩恩 這個當然是內線的高度 還是站在我們中華隊的優 這是地方啊 沒錯 藍半球掌握在中華隊手上 這邊有偷跑的機會 范詩恩 來得非常快 在找到外面的機會 噴出來 三分外線拔起來出手 看了一下沒有進 籃板球還是在范詩恩這裡 但是回球的時候 力道稍微大一點 被撥出了界外 這對於大家 這今天的比賽都是第一場的比賽 那對於中華隊來說的話 要趕快去進入到比賽的狀態 中華隊的換人速度非常的快 馬上把呂冠廷換了上來 讓范詩恩下去休息 45度角的持球 來給另外一邊 選擇做中距離的跳投 沒有進 籃板球 才不吹了真球 最後一邊 中華隊的打擊 雖然可以開賽 可以看到 澳門隊這邊身高比較矮 但是對籃板球的搶握 這個還是非常的積極 是 中華隊的打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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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是在盯人的防守 我覺得有點 沒有辦法去投入到比賽 沒錯 底線的機會 沒有進 拿板球在澳門隊這邊 當然澳門隊的整體打法 希望把這個節奏放慢 那他才會有贏球的機會 哇 所以你看這樣的 一對一的防守 這個都是非常的不應該 那中華隊的實力 是在對方之上 你應該利用到 很好的壓迫式的防守 對球的干擾 造成到對方的失誤 然後切入得分的是 讓我們8號 袁瑾智 這邊3分外線回應 來得很快 當然整體的打法來說 必須要給內線 包含到蘇玉晉 甚至在呂冠廷 要去接觸到球 再去轉換到外圍 準備好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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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點造成對方的失誤 但是這個防守又漏人了 不過 澳門隊這邊是沒有把握住 這離家中是沒有把球放進了 要不然後來這裡也要很小心了 可能這兩分又失去了 再給到內線 分出來 3分外線比了一下 還是有機會來看一下這一球 一開始的3分外線 小水瑜找不到籃框 我們身高是有優勢的 應該多一點點的機會 就往裡面打 哇 你打球的侵略性要夠 讓這個場上最高的 號稱到澳門姚明的梁家棟 是在第一節又有花花窩 這是最適合的 對 這邊中華隊出現了一個暫停 目前暫時還是7比6的領先 好 在這種指頭上หน的 一下子 一個很古至於 一開始 中華隊出現了一個 封信中華民房之空 因為它以為我們很無限的 在一個ła名時期間 就是採用了一千年 超級大 一開始 Trader 一開始 一開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回到 2014年 亚洲男子大学篮球锦标赛 目前是获得两罚的机会 小学尹顺利的罚进第一球 六罚罚进 所以是两罚中一 这澳门队还是有一定的水准 你可以看到他面对到全场的一个压迫 区域带包夾 他还是破得非常的流畅 只是球没进而已 中华队要小心了 三罚先比了一下 自己做testation的切入 哇 这边产生一个失误 澳门队 来得很快 中华队马上就 赚到了罚球的机会 呂冠廷站上罚球线 哇 传球的失误 第一点的接应 澳门队没有处理得很好 这当然让这个呂冠廷有 在第二次进攻篮筐的机会 利用到身体的接触 所以我们在这场比赛呢 身高上 在禁区上 是有优势 尤其在小瞬仪的这一点 可以打得非常的灵活 没有错 嗯 所以要善加利用啦 这个是从上一场比赛 中国队为什么会赢到蒙古 也是利用他们一个身材的优势 哇 第二罚 没罚进 这个罚球 掌握度需要再做到更理想 再找外线 这边澳门队发生了一个失误 就是中华队的球权 只要死球呢 之后呢 其实中华队都是在三分之二场的一二一一 不过很可惜的 都是包了一次的 在这个 呃 呃 两边的 这个上缘的这个 包夹啊 可是在第二拍的时候 都没有办法去做到第二次 甚至第三次的包夹 这边澳门队有多拿少的机会 来得非常快 哇 走步伟力 捶在八号的袁靖智身上 这一次澳门队多拿少的机会 没有把握住 哇 澳门队打球好像没有什么压力 就算是失误他也是 笑得还蛮开心 对 要碰到这种球队 基本上会 来得比较头痛而已 这压力是在对方 目前场上控球的是九号的简兆毅 哇 原本知道 开赛中华队的整个攻势 其实没有很流畅 那身高其实有优势 也许可以考虑在进去做更多的发挥 哇 中华队现在是守了人听人的防守 哇 带球出来 选择做突破切入 哇 对抗之后好球 神兆化 排进两分 中华队在这场比赛的第一节 一直没有办法利用到防守 去达到比较简单的一个进攻的战速 好球 有跳投 所以基本的他还是有一个防守一对一的能力 可以充分他利用到这一点去让对方的一个控球后会不好接球 哇 澳门队这边来得非常的快 这个澳门姚明李嘉栋也会投三分了 是 你确定他的外号叫姚明 这面对到国际赛啊 我发现这个李嘉栋应该蛮有信心的哦 他的这种心态方面的话会比较沉稳 比一般的球员来说 三分外线再来做尝试 没有投进 哇 前面也是快风偷跑的机会 他们对这一次的上篮放枪 不过回防的是稍微慢一点 李冠廷陪上了个人的犯规 再来看一次这一次的上篮 嗯 原谨是我觉得 这个身体胖嘟嘟的哦 这个弹跳心可能也没那么好 所以在快速推进的时候 其实这个速度没那么快 就让这个中华队有机会去做到回防吧 在澳门他的外号是这个三分制 所以他看起来是一个 三分制吗 投三分现在就来了 哇 不过没有投进 迈速的推进倒球 剪教义制造对方的犯规 一开赛 目前中华队是暂时一分的落后 第一节中了还有三分钟 澳门队在第一节到目前为止 也进入到团队加伐的状态 那中华队可以好好的利用一下 澳门队这边换上了马俊奇 给赵毅再尝试三分球 离到轻了 中华队在第一节始终找不到很好的手感 然后他不断地在外围去做投篮 罢球也没有办法去掌握到命中率 对 挂涵销医三次的三分外线 尝试都没有顺利投进 嗯 防守上这边又可向个犯规 好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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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队有一个发底线球的机会 好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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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一样站一个box 啊 四脚的站住 圆景之 哦 他投篮还蛮漂亮 对 啊 驱静外线叫三分四 对 是是 沒有,我剛剛是在懷疑,他三分次怎麼會投中距離 這邊中華隊想要來換顏色,沒有投進 來得非常的快,大跨步之後選擇做挑籃 這場比賽中華隊會掌握到很多籃板的 第一時間的空中接力 哎呀,好可惜的一球,要不然的話還蠻有創意的 可惜了 孝順宜沒有辦法在空中第一時間把球給拖進 目前澳門隊還是暫時三分的領先 這邊想開個後門 被撥出界外,球權還是在澳門隊這邊 我們再來看一次 剛剛第一時間的空中接力 這一次可以有這樣子多大少的情況 基本上是有很好的成功的防守籃板 所以中華隊他必須要去加強這個防守端的強度 中華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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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隊是不是要很注意尺度上的問題啊 那再來你可以看到現在中華隊第一節 進行了快八分多鐘了 這團隊只得到了十分 不能大意 我覺得在第一節 我覺得 球員啦 這型態上面好像還沒有武裝起來 對 雖然可能是遇到 對手並不是特別的搶 是澳門隊 但是整體的心態上還是要做調整 四十五度角持球 選擇做切入 再給體現 有機會分出來 還是要嘗試三分球 第四次的出手也是沒有進 撥下來在中華隊這邊 踩線了 呂冠廷踩線了 踩到端線 呂冠廷是目前就讀於 國立台灣藝術大學 南湖高中畢業的球員 一切是南湖的第一中鋒了 快速的突破 再找底線 還是三分球 出手 這次力道還是沒有進 在台塞中華隊的命中率是不理想 指標是三打一的快攻 發生了一個放槍 阿門隊沒有把球順利放進 中華隊反快攻的機會 左手的上籃 中華隊必須要創造出 這樣子那麼多的 更多的 這種簡單的多打掃 而不是慢著一個一個的跟對方打 哎呀這一次 球沒有拿穩的情況下 國出的之外 球員還是在澳門隊這邊 目前中華隊把比數 給追了上來 12比14 再看一次 這一次拿球 其實有機會來掌握住 但是手滑 但很可惜 李嘉靖在最後一拍眼把這個球碰出線 三分外線的出手 再來一個 籃籃球中華隊掌握住 快速推進的時候 黃耀森 造成了對方的失誤 這個犯規 當然現在只要進入到任何的裁判的哨音 犯規都是要進入到加法的狀態 打球命中力還是要把握住 中華隊在第一節 你可以看到這個12分的得分 的確這個命中力非常非常的不低下 再來就是 這是澳門喜歡的節奏 我跟你打得慢一點點 甚至在你掌握不到節奏的時候 他這場球賽他就應該有機會贏球 再來他身高是主力的事 所以他第一節很成功 大部分的給予這個中華隊進攻 都是在外面的投籃 我就是在講這一拍 其實他們中華隊在包夾的 第二拍的第二個位置的時候 我覺得來得太慢了 比賽分出來 做一個拋投沒有進 藍本球抓好 在中華隊手上 尋找一快速帶球推進 這邊有快攻的機會 哇 走步了 李嘉欽在跑到紀念那個路線的時候 偏偏去觀察到前面的 澳門隊的防守球員的站位 你可以看到一直在看待 傳球者 而沒有去看到 觀察到這個 他自己要進攻的籃框 跟防守者的站位 最後的一秒鐘成功的超球 但是時間已經不夠了 唉唷 所以在第一節打完 目前中華隊是13比14 暫時落後 我們多一分休息一下 再回到精彩的第二節 我們多一分休息一下 嗯 對 啊 不是 那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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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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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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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仁晴智切入之後再做分球 中距離拔起來出手 這是一個空檔 藍板球撥下來在中華隊手上 他們對退防的速度也非常的快 邱金龍做切入 再分出來 這邊出現空檔的機會 所以現在李柏倫教練慢慢也改變他自己的陣容 在第二節的時候他捨棄的孝順也打到3號 其實讓黃偉生跟邱金龍去打到2、3號的位置 很明顯的他跟外線是提升 在第二節目前投進了兩個三分球 李柏現在在做切入拉桿之後 沒有放進 但是澳門隊這邊又掌握籃板 中華隊成功的順利抄球 多達少了機會 這邊來得很快自己做上籃 但是好險是有抓到籃板球 反身中取得跳投 這次的傳球呢 Outside-in的傳球就傳得非常的理想了 李柏要做包夾 自己做突破 打板進就是非常的不應該 邱金龍的防守是比較消極的 這已經變成了一個Double Team了 沒有必要去根本不可能讓這個對方 還可以運氣球去再去突破 包夾的timing都不對了 這次中距離的出手沒有投進 0Pass給到前面 但是中華隊把球給抄下來 切入對抗之後做一個騎馬射箭 自己在抓 在騎的時候造成對方的犯規 刺起來比較快 蘇雨昕當然有他的靈活性 跟他的高度的優勢在 來自吉隆昌宮 也是成功的幫助 這個吉隆昌宮呢 拿下HBL笑死最好的成績 季軍 他現在是個最好的 趕快 休息一下再回到精彩的比賽 趕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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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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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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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